我感觉现在这些不良的商家 真的是越来越会做了 连证书都是假的 所以说去有买 你们一定要记住 拿到证书以后 去你们当地的检测机构 再去复检一下 让自己买个放心 你知道吗 你看像这样的证书也可以做假 但是你们也分辨不出来 我建议你们就是说去有买 不管你们说什么的货 你们可以拿到你们的当地机构 再去做一个复检 一定不要忘记了 今天有个客户 拿过两个货今天刚到的 然后要想18个进口 那看一下 那就销了就可以了呀 我感觉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不对劲啊我看看呗 对 什么时候来了这早上还来吗 今天刚到的包包 坐坐坐坐 辛苦了 早上节奏来上的吗 8点 啊 说你还比较 这两天还起来早的嘛 嘿嘿嘿 我这光音漂亮哎 你发现它哪里有问题啊 你说说 感觉好像有点不自然 不自然 对 说说让你鉴定一下 让我鉴定一下 哇这个 它多少钱买的 好几个W啊 好几个W 对 最近没有说多少钱吗 对 哇 这个 这边那个是明显就是染的嘛 对 那我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两块货我感觉 对这个颜色很不对劲啊 真的很现场的 你曾经这个重量感觉 这重量也不够 两块货都好感觉 这个 然后它这个有点很多 分布的太均匀了 像那个蜘蛛网一样 这这不对 这不对 这不对 电筒来用一下 给你用一下 这个还是基调的 对 我觉得 这这货这货肯定不对 这货 这个颜色太集中了 你看这个山水 上去的 山水这块连绵都没有 你看看 好干净 这边这个色感觉太假了吧 你看看 就像染色一样的 高潜美的呢 我说好几个大不了 具体没说 但还有证据 哎呀 怎么还有证据呢 你看看 你看看这在说 这在哪里做的 有二维码 扫一扫一下看看 那这个二维码也可以做脚哦 我跟你讲 你扫一下看看 看看你明天在官网上 你明天在查 哇这个 他在别的地方买吧 对 他说先进你 然后来找你钱进购来 我的天啊 如果这个花好几万买 这个的话我不会要 买这个东西就像几百块一样一样的 这个二维码 他扫是扫得出来 但是他很像一个那种 已经做好了一个网站 然后专门用一个二维码 然后你一扫 他就跳到这个网站 给人感觉很真 你看看 翡翠一货 这个 这两个货你拿去 等一下拿去做 同便做个检计数 这两个货 对 这肯定要重新拿到我们这边去 鉴定 再拿去我们这边再去做一下 这个证书 真的 虽然它是 像硬的 这两个货是一个粉丝宝宝 好 就是说准备 就是寄过来给我们 就是后台 这是我后台小弟 然后他拿过来 像这48克的扣筒 小弟感觉这两个货有点问题 然后就拿下来给我看 但是我发现了这两块的话 那种重量都真本不够 我感觉这两块就像染色一样的 如果是说这两个 真 如果是真正的翡翠A货 这东西绝对要过20W 拿过来 寄过来是像18克的扣筒 你得赶紧联系他 把电话到时候给我 我打个电话给他 好的 他上面还写着翡翠A货 我妈的是不是被坑了 你看看 镇宿上面有明显的翡翠A货 应该估计百分之百是当翡翠A货来买 拿去做一下检订 自己说 把这两个货 行 快去快回啊 好的 我去上面把那个客户的那个电话号码 调出来 我打个电话给他问一下 好的 那我先去了啊 ok 行 然后我现在去楼上去找一下这个粉丝 然后打电话给他说一下 说清楚比较好一点 因为他这两个货 我感觉不是 就是说 不是翡翠A货 应该就是B货 B加C 蓝色的 这个电话的话 我一定要打个客户 因为他这个上面的话 应该百分之百 应该就是说当翡翠A货来购买的 然后的话 我感觉他那个货是有问题的 他寄过来 其实就想 就是想让我们帮他 箱成18克的扣筒 因为他一直在看我的视频嘛 然后他这两个货 刚刚弟弟说了 是他之前在外面其他地方买的 花了好几万 但是如果说那个是B加C货的话 估计就是 那个东西就是50块钱一个东西 啊 我的妈呀 我也不是 我也醉了 我现在赶紧去联系他 因为那种B货吗 带着对身体 他是有很大的伤害的 所以说的话 我要打电话去问一下 走